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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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好 很高興我們大家就見面了 那我今天呢 特別要為大家介紹一位 很特別的人物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叫 Coding 就 C-O-D-I-N-G 這個協會 我旁邊這位劉先生 他叫劉文棠 是這個協會的創會理事長 好 劉先生跟大家說 大家好 Tony呢 我是在幾個月前認識他之後 我就被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動 那這位Tony是誰呢 他是我們成功大學化學系畢業的 然後他到德國呢 各的學院去學管理 那之後呢 他是有一個叫 三文電腦合夥創辦人 他同時呢 也是這個我們歐洲啊 有一個公司 叫Fujitsu and Siemens Computers 歐洲的資深副總經理 他的更不了的不起的 我覺得他是他的這個在社會上 我們社團裡的一些貢獻 他是我們德國台商會的會長 同時是歐洲台商聯合總會的總會長 也是4B93年喔 他們德東最佳經理人 這個是很了不起 能夠得到這個獎 同時呢 也是海南島清創總會創業的導師 好 那我現在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 Coding到底是什麼 好 那這個這麼一個奇特的人物呢 會在我們台灣創一個 Coding的這個協會 來推動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劉理事長 跟大家去say hello 嗨大家好 謝謝佩 能夠這個機會在你的頻道上跟大家見面 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宣傳一些我們的理念 也就是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的協會中文叫做 柯丁聯盟協會 柯丁這兩字是從Coding 這個英文這個字 我們把它引以過來 為了讓小朋友記得是柯丁 因為他們有柯南啊 什麼丁什麼孩子比較容易記住 所以我們就把Coding這個字呢 在孩子的腦袋裡面呢 用柯丁來解釋 所以我們柯丁聯盟 我們的英文名字叫Coding Nations 其實我們只做一件事情 只一個目標 就是讓台灣的小朋友 能夠越早 越年輕的時候 能夠學習城市語言 學習怎麼樣Coding 因為這是現在這個社會上 必須要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語言 一個表達方式 可是台灣的這個教育界 或者台灣政府 雖然有重視這些事情 可是他們找不到比較容易的方法 那我們以公益團體的方式 來做這些事情 當然為了要讓小朋友能夠 學習Coding 我們必須採取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實我們 原來的構想很簡單 只是我們幫忙台灣訓練一些老師 讓這些老師能夠繼續有小朋友 後來發現我們訓練了一千多個老師 沒有一個去教小朋友了 因為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沒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外面的人能夠教他 沒有排這個課程 他們現在學校裡面都要排課程 才能夠去教 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 因為學校很多學校 尤其比較鄉下的學校 他們比較不清楚Coding是什麼 老師也好 校長也好 也不知道怎麼教孩子 後來我們開始做這個事情 除了教了一千多個教練以後 我們發現不對 我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 我們去學校能夠教孩子 所以我們開始呢 做一件事情 我們就要到每一個小學 希望很多小學能夠讓我們 開他的電腦教室 利用課語的時間 我們找幾十個孩子 我們示範教學 在這個學校 一去我們是希望從頭教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們一去就是一個學期 每個禮拜去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 然後在 因為這裡面需要很多很多的經費 是你們從哪一年開始 我們是從二零一六年的十二月正式登記成立為一個社團法人 事實上我們的行動大概二零一六年的八月就開始教老師 是 那個理事長 我先要請問你一下 因為我剛接觸你的時候 我說你會 有人會想到做Coding 我現在都以為你是Programmer 因為通常Programmer他自己寫Coding 他就會有這種感覺 後來才知道你是學化學的 所以你的初衷 你說你是覺得一定有一些事情會特別感動你來做這件事情 雖然我是學化學的 可是我到了大三大四以後 我就接觸到寫程式 所以我的畢業論文 我們是用電腦的程式去解決很多化學的問題 你能用Fortran嗎 還是Basic Fortran Basic還不流行 OK 所以我們學會了這個東西解決以後 後來我出來工作以後 我第一個工作是做儀器 就是分析儀器的這個銷售進口分析儀器 裡面就有很多database 那database很多人都不懂 那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懂這個東西 所以我到就跟電腦接觸 就是從我畢業三十年就開始跟電腦接觸 所以電腦用來是一個工具 是工具 要解決你的問題 工具你必須用軟體來解決 對 那我後來創業是創製造電腦的製造電腦 硬體 所以我跟化學就沒有多大關係 所以電腦 然後後來在國外創業也是做電腦的生意 但你做硬體的生意 你會接觸到很多軟體 沒錯 那你會發現我的客戶用電腦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才會 因為後來 我們在富士通西門寺這個合資公司裡面 也並進了一個部門 就是Solution Department 所以我們 我雖然沒有主導那個Solution Department 可是我們跟這個Department 是合作得非常好 所以要解決很多問題 硬體軟體怎麼解決 那所以回台灣呢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再來繼續講我們怎麼做 因為你知道 18世紀、19世紀誰是地主 有土地就是地主 可是到了 所以那時候打仗啊幹什麼都是強土地 所以可是到了19世紀開始的時候 工業革命來 有技術人變成地主 沒有技術人變成電農 那台灣在這方面 的發展 事實上我們走到代工 事實上我們有一點點是電農 就是說 有技術的人 告訴我們 有工廠的人 幫有技術的人打工 所以台灣以這個過去幾十年來這個 代工 台灣變成發展的代工 看起來就有點賺小錢也許 可是到21世紀誰是地主 誰是電農 擁有大數據 解讀能力 或者擁有大數據 分析能力 這些人 這些公司 有這種技術的人 他是地主 然後其他人都是電農 那我們看現在社會 台灣的確是在大數據之下 他是個電農 例如說 我們這個頻道是YouTube 我們台灣人 像 像曹姐這樣子 做了這麼好的節目 在那邊放 放給 中國人看一看 台灣人看一看 誰賺到錢 YouTube賺到錢 所以我們在替他打工 我們在替他會擁有大數據的人打工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替他賺錢 雖然我們很受歡迎 可是真正賺錢的 就是這些平台 那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擁有大數據 解讀大數據 利用大數據的人 好,我很有感 因為大概我在 你知道我是programmer出身 我是寫電腦程式的 你剛剛講的Fortrum 我從Fortrum, Basic, Pascal 然後一直一路走來 那個DB2 我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用DB2 對不對 那時候DB2 我們是差不多年紀的人 所以我講的這些language 就知道 現在就是C plus 還有這個 現在Java 這個不同的大數據 就是R language 還有Python 我現在都在學 我也在做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到MIT 因為我們語言一直在走 一直在走 很累 因為我是programmer 要學新的語言 每六個月就有新的東西 很累 然後什麼database 又是新的 我就問那個MIT 那個時候 computer science director Dr. Dutouzos 我說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是個希臘人 我說 到底我們怎麼是最大的value computer 電腦六個月 又有新的operative system出來 然後你那個language 我們很累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value在哪裡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所以我現在在做我們的頻道 他說是content 他說who owns the content who has the value 所以呢 你現在剛剛講的 你剛剛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YouTube頻道上面 他是一個平台 可是他這個平台集了很多的content 我們都是 我們現在你也在produce content 我也在produce 我們都是content provider 有這個內容在這邊 那我們這個內容呢 才是value在這邊 所以我剛剛結合你的那個 我就說對 你原來的初衷就是看到了這個value 非常好 對 所以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台灣 我在常常在講 一個台灣人煮了一個宵夜 叫一個台灣年輕小子騎摩托車 帶到給另外一個台灣大學生吃 這件事情跟外國有什麼關係 可是外國人賺錢啊 是啊 沒錯 所以這跟這就好像殖民地一樣 你自己做了半天到這有人把把錢抽走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講就是說 Google YouTube Facebook這些大公司 是一年捲走台灣五六百億的廣告會 哈哈 我們不知道 我們好高興 因為什麼都不要錢 哈哈哈哈 其實有時候我們講 不要錢的其實是最貴的 所以說 那為什麼這些信用台灣人沒有人做 因為 我講我們台灣 嚴格講起來 我們寫程式 我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 我們寫程式的人 都是理工背景的 我們寫程式的人 只會寫 用程式來解決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都是工程上的問題 是科學上的問題 或者是商業上的問題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被教寫程式來解決 生活上的問題 哇 台灣如果對這個程式語言的教育 我想可能專家會 專家知道 政府部分人士也知道 可是要推動的時候 他們覺得障礙很大 因為不知道的人是誰 是家長 我們家長不知道 我們的孩子應該來學習程式語言 學校很多學校 他也沒有直接 把他弄到變得很生 就是說很主動 因為老師不懂 因為老師不懂 對 老師認為這不是我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 我們協會做這 程式的協會 就是要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最早的時候 我們 我們教很多成人 是教家長 我說 我給你教長 家會 教會的 你去教你的孩子 那時候一開始是很單純的想法 我們第一次 我是成大畢業 所以我們在成大的校委會 台北校會 辦一個家長跟孩子 一起的第一場 我們就開始教這些東西 那當然得到很多反響 所以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感動台灣的家長 這些家長能夠認為 這個 程式語言教育非常重要 那因為我們採用的是 程式語言是MIT的 那個 就自由軟體 是Scratch 那這個東西 Scratch也很好玩 甚至我們有 用那個 code 那個 hour of code 就是一小時 學程式的這種遊戲 我們都推崩過 事實上 家長很不容易了解 因為我台灣的家長 是有時候不希望孩子碰電腦 因為玩遊戲 什麼東西 那如果在寫程式語言 因為我們選的這種方式 他不僅在玩遊戲 他在創造遊戲 所以家長如果不懂的話 他會禁止他玩 所以這個是我們 為什麼一定跟家長討論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換取家長的重視 換取學校的重視 這個是我們一開始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 為什麼 為什麼我目標是小孩子 因為 它是個語言 我們學語言 是 越小學 越好 那 我們用中文表達 你看我們在國外長大的孩子 他好幾種語言 對他來講都是很自然的 因為他從小就會 所以說 像我們大了 才來學各種語言 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希望小孩子 用程式語言的學習 越年輕越好 這時候就不是要解決 工程上的問題 不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讓他好玩 然後 願意用程式語言 來表達他想像的東西 那 這個程式語言是死的 因為到大 真正長大 要用的程式語言 絕對不是他現在學的 可是 不變的東西是什麼 運算思維 跟他的邏輯 他是不會改變 所以你只要這個邏輯 運算思維有了 你只是OK 為了解決不同的問題 你可能用不同的語言 所以我們給他先學的是 程式語言的邏輯 包括我們從一年級二年級 我們根本不要他碰電腦 就可以來學習程式語言 我們這個叫做 Unplug Computing 就是 就是不插電 事實上這裡面 都是遊戲 裡面都是遊戲 那這些遊戲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就會學會 哦 運算思維邏輯 我做事情一定按照次序排 碰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轉彎 哦 有些東西可以重複做幾次 這些運算思維裡面 所用的邏輯 在他遊戲裡面 都會自然而然的 他就能夠灌輸到他的腦子裡面 所以你們在教小孩子 其實是利用這個 在教他們怎麼解決問題 對不對 因為其實解決 因為我剛剛看你們那個 我們通常講 yes or no 都有一個邏輯 yes no 左這邊 我剛剛看你那個圖 就是 先把這個邏輯先交給小孩子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耶 就是他用運算思維的邏輯去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那語言只是說 這時候你要讓電腦用這個語言 塞進去而已 從小開始抹殺他的腦子 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叫做 小孩子有心無嘴 你聽得懂嗎 小孩子呢 只有耳朵不要有嘴巴 所以小孩子講什麼時候 我們就 嘿 但是我們要是孩子那個創意 他能夠讓他很自由 很勇敢 覺得很快樂 把他表達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的教育剛好相反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很好 從家長先教育他們 然後從孩子著手 對 所以我們有那種活動叫做 柯丁加年華 就是孩子 父母帶著孩子 然後闖各種不同的觀 其實教育 我那個理由是 孩子覺得很好玩 可是受到教育的是家長 太棒了 這個是我們舉辦 我們有一次活動去看過 可是那時候沒有家長 但是我們 在人愛國小 對對我們那是小朋友 但是沒有家長 我們有很多活動是有家長 所以 所以 我們當然想盡了各種辦法 能夠推廣 推廣這個 這個 這個理念 那 事實上我們一路走來 有太多的 學校的 校長 主任 也非常 贊同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 事實上三年多來 我們蠻有成就的 就是自己感覺蠻好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去過 七百多個小學 哇 了不起耶 七百多個小學上課 去是上一個學期 哇 那三年多來 大概上了將近一千個 開了將近一千個百 可是理事長我要問你 請問 這些都要有費用的 當然 你們的費用哪裡來 資金哪裡來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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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孩子能夠很快的學習 我們第一原則 rule number one 不對孩子收錢 是 rule number two 不對教練收錢 就是我們教老師 教教練 也不收錢 嗯 但是 我們請教練去教孩子的時候 我們給他終點費 給老師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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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不管錢哪裡 為什麼我們這樣做 因為一個老師去是 我們如果是公益團 你說去一個活動 一天大家不要拿錢 玩一玩 沒無所謂 可是我要看他一個學期 每個禮拜都要去 是 這個你不給他錢 他就沒有義務 是 他可能今天我頭痛不想去 你怎麼辦 你就沒有人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給中理會 一定給教工會 這個這樣推動下來 他推動起來會比較 不是完全都是義工那種概念 所以會很多大學生加入我們 很多社會人士加入我們 上這個課 他拿到他的工 他的終點費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至少他不是做白工 對 這錢怎麼來 所以我說OK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我Pure 我是公益的 我不能收任何一毛錢 但是我必須有收入 但我不可能 我通知我墊錢 一開始我墊錢可以 可是我不能一直墊錢 那你就墊了很多錢 但是 但是也好多朋友能夠來幫助 就是剛剛講說 我們這個 事實上 因為我在台灣的關係不太好 因為我才2015年回來 所以我認識人真的不多 你比我還晚回來 我2010年回來 我已經開始覺得 我在台灣社會好有一個 對對對 我覺得我更那個 所以我 其實我募款的對象 都是海外 因為我參加歐洲台商會 所以我們歐洲台商會 有很多朋友 我們跟他說 你愛台灣吧 大家都捐一點錢 然後 還有因為歐洲台商會 我曾經當過歐洲台商總會長 我當過世界 我們有一個世界台商會 我當過世界台商會的秘書長 所以我們認識的一些 除了歐洲以外 歐洲認識人當然比較多 可是在世界各地的台商都很多 這裡面當然一大部分都是 喜歡參加台商會 都是對公益稍微有一點點 活動稍微有一點熱心的人 所以一談起來 就有很多人 願意來幫助 這個是一個非常窩心的事情 當然我們的錢 花的錢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我們這三年來 大概花了兩千 兩千多萬 就是 所以募了 募這些錢 很辛苦 簽了好多人 請簽了好多朋友 碰到我都害怕 又來跟我要錢 又來跟我要錢 這個是有一點 你說阿姨啊 真的是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這個 這個事情能夠弄 所以我們早期是說到學校 七百七十個學校 然後開一千班 大概 一個班大概都要花到 差不多兩萬多塊 所以兩千多萬是這樣 因為你看你還要印這個書本 然後老師的這個 終點費 這個 這個 雖然教室他們是學生 就是用學校嘛 他們學校 我們還好是場地費都不用付 對 他們學校的 學校的電腦 學校的場地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教練班 用的場地都是學校 像台中 台中教育大學吧 我們在那邊培訓老師 他的場地 給我們免費用場地 然後他們還好心地提供午餐 所以很多這種 不同的團體來幫忙 這個是 那我們當然有些錢 有些教練 他去上了課以後 他又捐回來 也是有這樣的教練 所以很感動 那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去學校教的目的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要學校能夠自己教 所以我們最近 就是等於我們 今年開始 就有三十幾個小學 他們自己教 他們自己教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都有不同的課程 因為我們提供所有的課程給他們 我們培訓他們的老師 那學校要加入我們的時候 他要保證他能開課 高雄有沒有去啊 因為我知道韓國瑜市場 他是對於這種比較先進 像他們現在的雙語 高雄市的雙語推的很好 我們跟韓國 韓國瑜這個教育 就是教育局局長 我們做了很多合作 是 做了很多合作 就是我們 就是應該是寒假吧 寒假我們開了一個 雙語Coding班 對 這個很好 就是因為他需要做雙語教育 所以我們在寒假開一個團隊的時候 就是 早上一開始的時候 教點英文 然後我們把城市語言的學習 也把它用英文 因為現在我們有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幾個班就是用英文的城市語言 在那邊學習 所以我們跟高雄市政府配合的還不錯 真的很棒 所以你知道那個 我們柯丁這兩個字 韓國瑜在做那個 國政報告 總統辯論的時候 是 他要拿出來 我們在高雄完成柯丁教育 對對 這兩個字有出來 就表示說 他對我們跟他的合作 他覺得柯丁教育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 我曾經跟他講說 你不要講雙語 應該三語 三語 對 英語 國語對不對 還有城市語言 沒錯 但後來沒講 但是我們有建議說 這個太好了 應該是三語教育 不是 因為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看兩個新聞 是Apple的那個 Cooker 他跑到 因為事實上 這裡 你看那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英文程度好 對我那個時候來講 英文程度好 你就很能夠了解 他的來龍去脈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人教 我現在所以 我現在學很多東西 我都自己看 我都不需要人家教 而且早期的那個 城市語言 他是用英文寫的 城市語言 沒錯 可是現在不一樣 是 現在已經 跟英文沒有關係 他是用圖形 用什麼東西 而且 對 我完全同意 現在我們叫 他有一個名詞叫什麼 我想想看 就是一個一個 他叫什麼 以前是Country 一個是 哎呀 我去找一下那個名詞 我知道 很久沒有用那個名詞 基本上 現在你們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來做 對我們就用積木的方式 對對對 就是 但是 一個block 一個block 不是說英文不重要 任何語言都重要 因為他 這裡還不只是公用 他可能還有這個文化的問題 什麼問題 還是多學語言 是好的 所以說 如果我們講一個語言 對將來發展更重要的語言 叫做城市語言 是 完全同意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把它當語言 來教孩子 那我們在教的過程 我們所創造的 因為MIT 就是language 是個死的 這個language 那我們會創造很多很多不同的 就是讓孩子去思考 去完成的作業 是 例如說 我們現在出這本書 是 我看你每一本書上面都有個QR Code 我剛剛掃了一個進去 結果是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人 他在教 他做的實在是太好了 就學孩子可以拿這個課本 是 加上這個 他就可以學習了 對 他可以把老師帶回家 在學校 因為學校 只能教你一兩個鐘頭 對 你如果真正孩子 一個禮拜 一兩個鐘頭 學習城市語言是不夠的 是 他必須天天寫 那我們送的書給他 我們把老師也帶回家 對 所以用這種方式 能夠讓孩子 自我學習的時候 他有一個方法 這位是老師嗎 對 是我們的老師 對 所以他把這些 教的這些 都做成一個視頻 放在YouTube上面 對 所以他到每一段 任何一段 任何一段 他就有不同 這一段有不同的QR Code 對 所以講解都在不同的階段 光是這本書 而且 這本書 他是用中文的 他把它翻譯成中文 對 我覺得你們光是印這個書 要花不少錢 是 所以這東西都叫募款 很感動 很感動 所以我們 我們認為就是說 孩子的題目 像我們現在這本新的書 叫做 教電腦數學 所以 為什麼要教電腦數學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人類的工作 會被AI取代 但是誰去教AI 是人嗎 人 create AI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數學 就是希望孩子 這是同樣一本 但是我們現在改名叫 教電腦數學 而不是玩數學 因為這個才是對的 怎麼說呢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說 基督同盟 對不對 孩子學會了 你幾個頭幾個腳 他就判斷得出來 對不對 這是個智慧嘛 電腦怎麼學會呢 所以如果電腦 也會幾個頭幾個腳 他就知道幾隻兔子 幾個雞 這是AI 那誰去創造這個AI 你就叫小朋友 去創造這個AI 他就把基督同盟這個 你這個這個原理 把它放到電腦裡面 所以電腦就變成一個 基督同盟的AI 所以我們在培養孩子 不是只教他程式語言 是希望他拿程式語言 來create AI 對 這個就是我們用數學 是比較容易的 例如說 數學 還有很多問題 也就算這個植數 你知道植數嗎 植數是不能除的 除了他本身以外 1啊3啊 可是如果我一個 20位數的植數 這是不是植數 你要算死你啊 對 可是電腦 孩子可以把電腦交匯 因為用植數的原理 然後經過程式語言 他把電腦交匯 算成 那電腦就是一個 A 植數的AI 我覺得 這個 能夠這麼小 我聽了我都想把我的孫子 我的孫子在美國 來上這個課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 你從小就啟發他們去思考 去思考 覺得我create something 對對對 在這裡 因為AI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常常我們台灣講AI 都講到機器人 講到什麼東西 事實上 看不到AI才恐怖 你知道你在 在YouTube上面 只要看了幾個影片以後 他會推給你看的就是 有一些他認為你應該會喜歡這個東西 那裡面 無形中有好多AI在後面 大數據的分析 對 這個AI在後面 是我們看不到 摸不到 這是我們台灣最應該發展的 可是我們 就是這一塊 我們不被鼓勵 對 因為其實 台灣真的應該發展這個產業 我叫它產業 因為這是個無煙沖的產業 而且這個是高產值的產業 而且最重要的是 IP產業 Intellectual Property 今天最好的賺錢方式 就是你用Intellectual Property 去賺錢 對不對 你這個用Labor 我們現在台灣人口越來越少 你怎麼用Labor去跟人家比呢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去推動 你看最近這10到15年 成為國際大公司的 都沒有賣實體的東西 馬雲 阿里巴巴什麼都沒賣 對不對 微信 微信 它就是LINE也好 Facebook也好 Facebook 比台積電還要 產值還要大 人家不需要土地 不需要電 不需要每年投資一千億 不需要蓋花電廠 不需要土地 它的產值會比你大 所以 雖然我們台電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公司 可是我們養不起第二家台積電 它的投資資本太大 太大 而且它佔了電啊什麼太大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類似這種 賣 應該什麼 應該是賣無形 虛擬產品 虛擬產品的公司 這種才是重點 可是問題是在台灣 你要做電視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軟體 能夠寫軟體的人才 能夠讓這些公司來發展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小培養 很多這個孩子 十年後 可能我們就有足夠的人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那政府呢 政府在這個產業政策上 是沒有方向的 就是我們靠 台上會來投資啊 我土地給你 還在土地 還在做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 第一個你搞不過 東南亞那種 你土地人家便宜 人家勞工便宜 所以你絕對搞不過 但是你要搞得過的是 為什麼美國 它不需要那麼多勞工 它只要經濟造成發展呢 大陸發展 不只是這些工廠 大陸你看它 它發展多少這種大數據的公司 這些才可怕的公司 可是台灣呢 零 那零就是我們政府這方面 沒有比較長遠的政策 我們沒有國家隊 以前台積電啊 聯電 它是有工人院 國家隊先開業出來以後 那就創造出來 那我們現在台灣有沒有 那個時候有一個叫支撤會 對 它的角色 其實它的全名叫 撤進委員會 它是基本上 要政府給它一些責任 要來推動 可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也有公司 我發現它是跟與民爭利 當然 它並不是來幫忙你們這個 private industry 它是來跟你搶東西 而且呢 它做得很難看 像譬如說一些比較大的工程 那我們會做 支撤會不會做 支撤會就怎麼樣 就是說 你來當我的 subcontractor 我來當 prime 它就中間拿了一個 management fee 可是它什麼都沒有 可是它就要賺這個錢 所以我是覺得有的時候是政府的政策 就像你講的 我覺得 Tony 這個理事長講的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真的政府要注重這件事情 那現在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現在 國民黨有些立法委員 他們真的是很不錯 那國民黨現在可以找 民進黨也許也有些立法委員 我比較不熟 其實我們都可以 因為現在民進黨 他們是在立法院是多數 可能要民進黨 國民黨還有其他的黨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這些立法 我們可以推一些法規 那其實這些法規我覺得 像我們可以找一些 立法委員 藍的綠的 我們不管 只要對這個認同的 我們可以去推 那這一方面呢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覺得你有這個 vision 你有遠見 而且你不但有 vision 你去做了 很多人他只是看到需要 他不去做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願意 我非常為什麼我們這個頻道 我非常 我們這個頻道叫 都是正量性的東西 我們放在我們頻道上 我非常希望呢 能夠啊 這個 我們大家一起來 推動你這個 idea 這個理想 把它變成一個政策 然後呢 在我們的小學裡面 中學 這個都有這樣子 coding的一個策略 那像這邊 尤其在MIT 它出的這個 我知道是MIT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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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 那它這個是 它這個平台呢 是一直在 它有一直在改進嘛 對 它從Tool 現在是version 3 它還在改進 對 而且它是免費 讓我們用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現在 要怎麼樣 借過你這個協會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這個事 其實這個Scratch這個語言 是 如果我們大學的幾個教授 跟幾個學生 花點時間 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Scratch 是 這不是很難的東西 只是說人家 人家就是 這個底層裡面的東西 是很簡單的 因為就是創造這個語言 其實不是很難 所以說 在大陸有一個叫做 編輯 貓 還是什麼 它就做的類似 跟Scratch 有點類似的東西 他們自己創 這樣一個公司 它創了一個 像Scratch 3 這樣的語言 然後是我的東西 它融資融了十億 所以就是說 我們 這裡面跟我們的 我們 怎麼樣得到 發展這些東西的 能夠得到融資 因為政府現在 有盲點嘛 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要蓋個工廠 買個設備 不管我錢 我這個土地借得到錢 我的設備借得到錢 銀行會借我錢 可是 我如果說要開發這些東西 也要花很多錢 會借得到錢嗎 借不到錢 借不到 我保證你借不到 因為我是搞軟體的 他們看不到 摸不到 借不到錢 所以這個政府 第一個要改變這種 就是銀行 那銀行當然是要盈利 他看不到 他不懂 他不借錢是應該的 剛好 因為他對股東交代 他看不懂 這個東西值多少錢 可是 如果 政府在這上面想 如果 像我記得我們以前 開始做電腦 在台灣的時候 這行業 政府 就 就給交通銀行 很多資金 還是怎麼樣 由交通銀行 來借給 一開始做電腦 誰想你會賺錢 銀行還不敢借你錢 所以只有交通銀行 策略上 會來借錢 給這些 我們新技術的公司 那時候我們在弄 對 同樣這一套可以來 政府只要說 OK 我怎麼樣來鼓勵這產業 然後 有指定某些銀行 政府來 保證他的 譬如說 政府可以當背書 對 如果政府 成立一個信保基金 我就 我跟你保證 我讓你倒了 我可以 政府可以賠錢 是 銀行就敢借了 對 所以如果這些政策 沒有一個真正的政策出來的話 是不可能的 是民間的 第二個 政府應該投入去做這種 一開始 不容易賺錢 例如說 例如說做平台 我們現在台灣 沒有平台可以賺錢的平台 但是台灣有一個東西 是非常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我們健保卡裡面的數據 對 對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 團體說 這個怎麼分析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 將來怎麼樣去賺錢 因為這個數據太了不起了 在全世界大概很少 我們有這麼好的數據 你看病 什麼時候去看的病 你也知道 看什麼醫生也知道 然後吃什麼藥也知道 然後 你什麼時候去 這些資料都有 可是 要怎麼分析 不知道 但是我們有一樣 這樣的Data Bay 這是封閉式的 這個不是 可是政府如果有政府的話 它可以根據這個Data Bay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它是有一些 因為我那時候寫博士論文 那時候我們也希望接觸一些這樣的數據 它是very very limited的東西 因為它是說 我們不管怎麼樣 有一些個資問題 其實我們說 我們把他的名字化掉 他的身份證化掉 我們還是可以 那政府現在就是卡在 我就說思維 思維 因為你的這個態度 覺得你的高度 他們的思維真的很古板 就像你講的 就像他不懂 那有一些政策出來 就像你講的政府一些政策出來 像譬如說 學校裡面把它變成課程 對不對 那然後呢 很多像你講的 你們願意 看有沒有資金 能夠來做一個我們自己的scratch 都可以 就是我們自己的平台 因為其實已經到了一個程度 我們台灣 已經沒有那麼多 所謂的labour的東西 我們的人口又少 所以我們現在要往高端 高價值 高產值的東西 產業來發展 所以我是覺得你這個非常非常好 就是說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產業政策 我現在因為我們資源有限 我能做這個小朋友這塊 是 因為你真正要做到 就是說 學習比較高的技術 那請的專家就很貴了 所以我們只說小朋友 可是 我希望這些小朋友 我們繼續推 政府能夠進來 然後 到國中怎麼辦 我們已經沒有資源 再去煩惱國中怎麼辦 我 因為小學 上去一個又新的來 所以我們學會會比較 以現在的能力 我們就會focus only 在小學 因為這樣讓這個基礎 更好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還規劃一個東西 這個月開始 我們有兩個地方 我們有人捐了電腦 有人捐了場地 那 我們在找那些孩子 在學校裡面學 他說我覺得一個禮拜 學兩次 不過癮 這樣孩子下了課去哪 這等於安親班一樣 你去那邊 你去學 對不對 太好了 我們會有這樣 高雄已經有一個地方了 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電腦已經設好了 台中電腦 人家捐的電腦在途中 那台中是 台中的更特別 那個是跟宗教結合 它是一貫大 他們 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場地 他們有人員 所以我們培訓他的人 然後他的場地 附近又有小學 所以小學 下了課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他可以可能 玩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明天再來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類似安親班一樣 禮拜六 禮拜天開放 讓他們來學 那我們會把老師 教練放在那邊 我們一直成為教練 為什麼叫做教練 因為教孩子練 程式語言不是教的 是列出來的 不是教出來的 要Hands on 不是嘴巴講的 所以我們叫教練 所以我們那個地方叫做科丁道館 對 非常好 就科丁道館 所以台中會有一個 高強會有一個 我們希望 將來我們 我們更有資金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會更多人資源放進來 因為這其實不要錢 因為場地是他的 人是他的 我教會他了以後 他就自己會運作 我們是用這種 我們叫聯盟 聯合大家的力量 所以這是我們下一步的重點 我們今年 最近今年 重點叫科丁小學 也就是 我們這次在募款主要的目的 我們現在看這裏書 事實上我們的書 總共會有十二套 現在我們看得到 一、二、三、四、五、六套而已 一些在編 十二套 我們這次在 109學年 9月份開始那個學期 我們有85個小學 加入我們成為科丁小學 太好了 那我們就暑假就培訓老師 那個85個學校怎麼分配吧 南部、中南部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地方 兩個縣市沒有 宜蘭沒有 還有桃園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他們來申請的 加油啊 宜蘭跟桃園 宜蘭跟桃園 來申請 這85個 這個計畫 當初我們做的計畫 我是給互聯會 去跟他們合作 互聯會事實上 從109學年開始 我們本來當初目標100 第二年250 第三年500個小學 那這個經費他們會support 現在沒有 是 我上次訪問雷倩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 他說現在科丁嘛 因為只要每個人 有概念都覺得 哇這個太好了 是啊 所以你跟我講 我覺得這個太好了 所以雷主委他也是同意 我們那時候他 沒有辦法 我們申請了六千多萬啊 就是 沒有辦法 那現在這邊我得去找 是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這學期有85個小 看唐鳳有有沒有幫你 對 所以我這樣看 但是政府的錢 我不太敢拿 拿了就聽他的話 這個 這次很頭痛 因為我是 我如果政府講說 你把錢 撥給學校 就好了 是 對你不要撥給我 對 你撥給我 我上級單位 你撥給學校 那學校能夠用這個錢 是 就好了 這個是 這是我的概念 我說我絕對不拿政府的錢 對 對 你拿政府的錢 變成有時候 很麻煩 要做假賬 哈哈哈哈 這個我講 各位可能不知道 真的 政府 因為他有他的會計制度 他有報稅制度 所以他錢給你 你還沒花掉 但是你要證明你花掉 哇 哇這個很討厭 有一次也是這樣 政府有什麼錢 我們開教練嗎 政府只要錢 這個東西 預算 因為我開班 還沒結束 到時候 我說我不要 因為他說 後來那個錢我不要 我跟妳講 理事長 因為妳又在德國 住了三十多年 你們知道 德國人做事 是一百億 他又做生意了 所以你叫他來 先預支做獎賬 他是做不來的 我做了 被抓去關 幹什麼 所以說我們後來說 我們只要有合作 我們希望 錢給我們的對象 不要給我協會 這樣 我不用花錢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這次是這樣 這次是 我們目標是三百萬 就是要八十五個學校 你看這個書 兩個學期 總共八十五個學校 有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三個孩子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 如果我用三百萬完成的話 表示一個人才一百塊 是 太好了 我花一個人一百塊 可以讓孩子學習一年的程式語言 其實三百萬 我們台灣很多很多有心人士 就可以做 你有一些捐款的資訊 可以放在我們下面嗎 或者是說 可以可以 我們有捐款的帳號 捐款的說明 我當然會放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你可以這個 有Scape 可以QR 我目前大概已經有一百萬了 這三百已經有一百萬了 這一百萬 海外還沒發動 因為我成大校委會那邊發動 所以很多人 成大加油 我覺得成大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百萬只有成大校委會 這個地方大概一百萬 那還有兩百萬 還是很多錢 所以 所以 這個錢來幹什麼 這個錢第一個 我們開 培訓老師 你85學校的老師 大概我們要培訓總共 1188個 要上不同的課 因為有不插電的 有Scratch 有應用的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還有一本書 我很慢的意思 我們那本書 用Scratch 寫出來 教孩子怎麼練習打字 他通通用Scratch語言型 那孩子就學 怎麼設計這個用 那孩子同時要學打字 因為我覺得 你打中打還陰打 打陰打 寫程式語言 是必須 因為我們現在是 拉的嘛 到了更高階 他是打字的 如果你還是這樣打 你就慢了 所以我們孩子要學打字的級別 那我們利用 這個打字的program 是用Scratch寫的 所以你又用寫的東西來應用 所以讓你說 我這個程式語言 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利用 我們準備五年級上學期 讓他們學這本裡面的東西 那個書我們編好 那 就是說 我們的錢用在教老師 有1188個 我們這個暑假要培訓他們 那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培訓的方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用線上培訓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會放在幾個不同的行動學習網 然後老師會去學習 我們會做他的認證 所以這個是培訓 完了以後呢 每一個小朋友 每一學期會收到一套書 比如說這是一套 這一套是給一年級下學期的 這一套書 就是一個小朋友會收到 所以那個我們平均一個年級 大概是五萬多 五千多個嘛 這要五千多套 六本就要三萬多套 三萬多套 我們可以控制到每一套在五十塊下 因為這個 這印的好漂亮喔 都彩色了一點 對 我們這個印刷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 這個合作的對象是叫做 亞洲兒童城市教育協會 他們幫忙編的 他們是跟我們聯盟的會員 他這個base在哪裡 亞洲 在台灣 他面對全亞洲 那這個是台灣的分支 他們主要是專心做這個 那當然他也讓人很辛苦 所以我說我給他版權 那印刷我自己印 那我們自己印呢 又有這種印刷場 是用成本幫我印 哇 真的是 所以你如果 如果他們這個協會 在賣這一套 是 五百塊 但是我們送這一套的成本 不到五十塊 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用各種方法去節省成本 後來學校買的話 又要招標 又要幹什麼 我說我送你算 對啦 用送的方式 送方式成本很便宜 所以很多印刷場 像這本書印起來 二十塊 二十幾塊就可以了 好漂亮 印刷場 等於是成本 對 他在幫忙你們 他們也在做公益 對對 我們 感動各種人 事實上我們花的錢不多 事實上我們的價值是很大的 你的效益就會 對價值很大 那因為為什麼學校自己教 學校自己教 最大的好處 我不要給他們中聯會 對 對不對 你正常個自己教 你老師拿薪水自己教 對 然後我們很多老師 開始教這個 尤其不插電 一開始都 什麼叫不插電 可是他們教 看過以後 教過一次以後 我碰到老師 我想了十年 要怎麼教孩子 終於你這東西 讓我能夠 能夠實現我的想法 而且 我們發現很多老師 教太簡單了 為什麼 對他們來講 教小孩 本來就是他們的專長 只是你給他這個工具 給他這個東西 讓他按照這個問題來教 但是他啟發孩子 他本來就有這個能力 對 比我訓練的教練還好 我訓練教練 他可能沒有教孩子的經驗 對 哇 這老師不得了 真是好 所以我們發現 老師很高興 就做這個東西 對 那我們慢慢的就是說 希望 這個 300萬能夠 目到 然後讓我們109學年 包括從 今年8月份我們要印書 到 今年底要印明年的書 這個經費 如果有300萬 我們就可以很 很 很 這個 放心的去執行 我們的工作 好 我想我們觀眾很多 都是對於教育 這方面都是非常有興趣的 而且 聽到您這個也很感動 那我有一個想法 我知道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說 要讓大家社會有個風潮的話 通常你辦比賽 你們是不是有想到要辦一些比賽 今年很可惜 因為今年 其實我目到60萬 要辦比賽 可是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是暫停的 我們比賽是非常特殊 因為台灣有Scratch的比賽 是政府辦的 他是個人比賽 我的能力 所以學校只要派一兩個代表 就可以來參加 我們 我都不知道台灣政府辦的 有Scratch的比賽 有叫貓咪杯 所以他是大人小孩都可以 國中高中 學生是有學生 貓咪杯 但是就是貓咪杯 最大的可惜 就是你去看比賽的時候 我看過一次比賽 下面有三四百部電腦放在下面 然後學生在比賽 我們在上面幹什麼都不知道 結果 專家評審 誰冠軍 誰亞軍 觀眾一點點參與 所以我設計了一個比賽 我們叫做PK賽 PK賽 我去年在花蓮做了一個示範 我們找八個小學 一對一比賽 一個學校跟一個學校比賽 就好像打球一樣 一個學校跟一個學校比賽 八個賽 對 怎麼比賽 就是我們事先公佈了好幾十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我們的題目 我講一個題目 給你聽 認識音符 這跟Scritch有什麼關係 題目是認識音符 你用Scritch怎麼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打籃球 你怎麼用Scritch來表現打籃球是什麼 所以類似這樣 有數學 有自然 有社會 有環境 什麼問題 我們這些問題都是 就是 你平常碰到一個問題 可是你怎麼表達而已 是 然後我們的問題是 你要數學題 你在學校指定 你是數學題 那個學校也是數學題 好 兩個在這邊 我們數學題大概有十幾個題目 一抽 你們兩個做什麼題目 然後 社會題 音樂題 美術題 反正 他每一個負責一種題目 然後抽出來 老師在旁邊指導 老師給你半個鐘頭破題 這題目什麼意思 應該怎麼做 應該什麼 老師跟學生商量 因為有時候題目看不懂就輸掉 對對對 但是我們就題目出來以後 你最主要是要孩子真的去動 所以你不希望孩子是不懂 對 老師告訴你這題目是什麼 完了還在想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老師參與 像他們貓咪杯是每個都 防作弊一樣 我說這幹嘛 因為就是要他表達 是 然後 是 然後學生就做 做完了以後 開始 一對一 主要你講 我同一個題目 他作品是這樣子 這個題目作品是這樣 你馬上可以分別到差別 是 是 是 右邊的贏 對 所以一比一 七個 對 四個贏就贏了 對 你知道這十八隊比賽起來 對 冠軍隊是什麼隊 原住民 所以你們已經 曾經做過 本來今年要擴大 可是今年也沒辦法做 就是我們就比賽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我剛講 認識音符 為什麼老師非常清楚 那場我當 我也當裁判 認識音符 音符我想知道 一拍 一拍一拍兩拍 那音符是不一樣的 對 孩子怎麼認識音符 怎麼跟學習有關係 他寫了一個遊戲 這小朋友 他的遊戲 就是 下面會出現一個音符 就Random Random的一個音符 可能一拍到十拍 他Random跑出一個音符 他真的用Random跑出一個音符 然後他的遊戲規則是 上面會掉下各種不同的音符 去接比你少的 比你短的音符 這小朋友寫出來的程式 你看的 真的很感動 對 你這樣子 他這樣來學 然後突然又可以玩遊戲 就是玩遊戲 然後又可以學得到這個 你如果錯了什麼東西 所以你必須懂音符才能玩遊戲 對 小孩子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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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高興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 這就跟生活有關係 我們要孩子的是 把Scratch拿來做這些 我想像社會有什麼問題 而不像我們早期的 我們就是工程問題 什麼問題 那個是我們死幫幫 應該是這樣的 對 所以我們就叫做PK賽 所以我們本來 有一個叫中華紫江 他們在花蓮 他們是一個很大的 造紫江的公司 他們就Sponsor 每年60萬給你辦決賽 所以今年的60萬也有了 可是我不敢動 因為我說對不起 那60萬先不動 因為我不能拿這60萬做別的 因為人家是來捐這個遊戲 所以我這個比賽沒有比賽 我60萬說你先不要給我 等我要比賽你再給我 那我們現在出 因為我柯町小學 以前我們八個學校在花蓮局 那花蓮 花蓮縣長 我們已經同意了 以後這種叫柯町PK賽的總決賽 都在花蓮舉行 他願意來幫忙 就在花蓮舉行 那今年也講好了 決賽在那裡 那我們是本來 我們今年有30幾個柯町小學 我們現在先比嘛 比完了以後 再來決賽 後來這個出賽 沒辦法 現在出賽沒辦法比 這個有國際比賽嗎 這樣的比賽沒有了 但是國際還沒有到 小朋友還沒有到國際 但是我想我們將來 如果我們就辦得好 我們可以請外國的隊來比賽 這個是可以 但是我們自己的比賽制度 還練習幾年才能分散 那這個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就叫做柯町PK賽 那PK賽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我這個學校 到你的學校去PK 就出賽 出賽 我的學校到你PK一次 你的學校到我去 那種校人裡面 我們希望他在禮堂裡面PK 然後他的觀眾就是 他那個學校其他小朋友 可以來看人家的作品 這個效果非常好 因為他們在小朋友做出來的東西 那小朋友看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哇好好玩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在推幌 這個 是說不是每一個孩子 而是說有興趣的孩子 是不是 不是我一開始 我們目標是每個孩子 但是每個孩子 不可能每一個人 都對城市語言有天分 但是我們在找那些 跳出來的 為什麼我有客廳道理 就是那些我可以放在客廳道理 來學習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因為客廳道理 現在還剛開始嘛 但是我們 我們希望撒八十五個學校 如果這個學校能夠撒到 五百個 我們那時候跟那個 護理人 五百個我們可以 可以挑多少人啊 是是是 那台灣不要多 台灣只要十個 有十個能領導我們 往這方向走的 對 比較大的天才的話 台灣就有救了 對 十個 不要多 要接一下嗎 好 沒關係 所以 所以我們比賽 就是也是講的 比賽需要這個 然後我們將來會有認證 你孩子學到哪 學到什麼時候 給你認證 什麼這些東西 我們也在做 然後 我們做公益的 我們也配合一些 例如說我們現在跟奧林匹克數學 是 他也是很有名 怎麼結合 我們叫奧數客廳 這個不是公益團體 它是一個營利單位 他也要來辦比賽 他將來Squatch比賽是數學 對 那因為 因為我為什麼希望 我們這個PK賽 我們自己辦 那他 因為他是數學 所以他辦了國際 Coding的數學比賽 那 那這個是 我 他現在也在萌芽 第一年 本來今年五月份 要辦那個全國賽關 又不能辦 所以這個也是很多 很多小問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商業能 商業運轉 能夠運轉 因為靠公益 他的資源還是有限 是 所以奧數 我看過他們辦那個 全世界的數學比賽 我知道 非常有名 對 比賽三千多個全世界 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國際師學家 國際比賽 我想我們從亞洲開始的話 像譬如說 韓國 日本 香港 菲律賓 這些國家有類似的組織嗎 對 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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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能夠 台灣把這個賽制做得更完整 更好的時候 就可以邀請別的國家的人來參加 至少兩岸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現在最主要你是 針對是國小 國小 國小 非常好 因為政府你剛剛講的 他們有一個叫貓咪賽 貓咪杯 對 也是國小 他們國中 國中也有 國中也有 你現在就是 Focus在國小 國小 因為貓咪杯也算不錯 貓咪杯也是這樣 民間發起的 發起到某一個 民間那些熱血老師發起 到最後政府接手 到最後已經錢是問題 但是他那個辦法太 場地要求太可怕 像他們要同時幾百 因為他們房子作弊 房子作弊 所以你電腦不能自己帶 OK 那我就覺得幹嘛 電腦為什麼不能自己帶 他們有什麼獎賞嗎 一百萬美金嗎 要房子作弊 因為台灣的比賽 台灣那種考試的概念 什麼東西 我們的比賽是 電腦你自己的 你題目公開 我給你一個題目 讓你 讓你不是 自己發揮 你去哪裡抓資料 隨便 他們是 所有資料都不能有 然後 然後 我給你這些東西 你怎麼用這些東西 這就很不一樣 外國考試是 open book 他就老師給你一個題目 你有辦法去找資料 把最好的結果給我 台灣不是 close book 就怕你作弊 所以這個是 這是基本上的一些 對教育的一些 一些態度 一些概念 尤其是態度跟做法 其實我是覺得 理事長 我是覺得你現在 一步以腳印這樣子 往前推 覺得有不同的管道 然後 希望我們借用 立法院一些力量 他們能夠很明確規定的 對於小學 在這方面有一些funding 那我覺得 你一定樂見其成 對不對 你能夠這樣子 你也能夠很高興 這個 能夠進入這邊 然後把台灣 你是2018年 2015年 2015年回來 那我覺得 你真的是很棒 我覺得 台灣如果能夠 多有幾個像 你這樣子 在那麼成功的海外 在外面的台商回來 到我們台灣來 等於是 在這邊定居了嘛 對 退休了嘛 然後把你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這個經歷 貢獻到我們社會 我覺得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而且我們 因為我們是個協會 比較商場的 是 那我已經當了兩任的理事長 是 那今年年底 我們必須改選 是 必須改選 我不能再當理事長 但我不會 這個理想 我不會說 我不是理事長 我就不幹 還是會幹 但是我們需要找到一個 有資源更多的人 是 沒錯 有資源更多的人 來推動 那我們在這個大資源下 也許我們做的事情會更多 因為我們還有好多事情沒做 但是我們也做不完所有的事情 對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 OK 我們這個協會會 Focus 永遠在小朋友的身上 然後我們希望 能夠結合很多人 但是能夠來做各個不同的 學習搞中學 學習搞高中 學習搞這個社會 學習搞融資 學習搞平台 這個一個聯盟能夠形成的話 對台灣來講是比較有問題 因為個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 我只能做一小部分 對 那我現在在期盼 會有一個更有資源的人 能夠登高 因為我登高一呼 就那幾個小貓 兩三個 我們找一個登高一呼 可能來好幾百個那種 企業家可以幫忙的 這樣的人物 希望能夠支援我們 我們這個心願 然後事實上 這是台灣的前途 事實上政治人物 也應該投入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政治 台灣的政治 搞到變成大家都四年裡面 大家為了選票 從而我們沒有一個國家 比較長遠的戰略目標 我們沒有人去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政黨的人物 能夠考慮說 我們把國家帶到什麼地方去 你如果我們現在是殖民地 你也不要想打 兩岸統一不同意 你本身就是一個殖民地 你有什麼 因為 將來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國家已經不是界限了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再 永遠不當殖民地 例如說我們用的是Line 我們用的是Google 我要來這裡 要找這個地方 要上Google 都是用別人的東西 別人來賺錢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有這種 憂患意識 台灣你不要管 你買武器 買什麼都沒用 已經外國人親進來了 已經在你這邊 把你當殖民地了 我們還能拿槍拿炮 現在打仗 不是這個東西 數據 這個很恐怖 對沒錯 不過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要教導年輕人 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其實 要戒律實力 因為其實現在你要從 就是從頭開始有的時候 就是說像 像Google這樣的公司 你是不可能從頭 對 可是呢你可以跟它有一個 不一樣的 我們常常說 下面一個像Google是什麼 大家不知道 可能已經在醞釀了 對 是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 我舉一個例子 對 你說社交影片 Tube YouTube Facebook IG 這些都已經很厲害 可是最近出來一個什麼 抖音 對 抖音馬上要上市了 對 其實它在這麼三個 都已經很厲害的時候 還是有抖音出來 對 所以表示說 只要你有創意 是沒錯 那例如說Google很大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會有 Trivago出來 因為Google很大 它找資料都找得到 可是還蠻麻煩的 你可能要找一個好酒店 你可能花20分鐘 可是你用 那我這個專門就是 我Google那麼多 我不管 我只管酒店 所以Trivago出來 兩秒鐘就找到你要的東西 他就可以賺錢 所以我們要鼓勵很多年輕人 對 在這個大數據裡面 只要一小塊 你就可以賺錢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這個大數據都被人家佔光了 不可能 是 對 就是太多機會了 是 所以 例如說我們講這個 醫生 就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健保卡裡面的資料 我一個同學 他就寫了一個 他寫一篇文章 他說他一天 就可以做一篇論文 因為他是在醫院裡面工作 他可以找到 他說我做一篇論文 是什麼 我分析各醫院 那個 我刷了這個 那個叫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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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卡 我刷了健保卡 到我看到醫生 看到醫生 又刷了一次 對對對 每一個醫院的平均值 嗯 他說我很簡單 我覺得我會抓 進去抓 因為他那個數字在他們醫院是 是可以抓的 他捐圈台灣 對 他就做一個 這個 這個醫院多少分鐘 這個醫院多少分鐘 我這樣出來 這個數據是可以賣錢的 是 就是 我再舉個例子 他說我一天 我一天就可以完成這個論文 為什麼 因為我懂得去抓打數據 對對對 那你想 哇 這個要去統計怎麼辦 以前我們 統計多累啊 要去抓資料 現在資料都在那裡 是 而且現在很多像那個 R Language 或者Python 這些Language 它本身有很多Library 他們Library 都是 其實也很感謝我們這個 Programming的 這些Society 他們有很多人把 他們寫好的程式 免費 Library 讓大家用 用它當Sum的 對 你把你的Data套進去 你就知道結果了 其實很多東西 我就說我們可以 已經有的資源 建立實力 就是 發揮我們的創意嘛 就是要孩子 刺激他 發揮他的創意 然後知道有些東西 來怎麼用 來怎麼做整合 因為 只有 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 沒錯 那我們就是 我們台灣的孩子 沒有機會想 因為我們考試是 Answer the question 我不用想 因為我們把它放在一個box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說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就是你不要被這個box把它圈住 所以說 學這個東西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會想像 因為你要寫一個程式 你必須想像 你要幹什麼 對 想像很重要 那 那 虛擬 我再重複說 虛擬的產品 永遠比實際的產品 還有價值 因為 你看未來的世界就是這樣 你看現在所有的大公司 都是賣虛擬的產品 沒有一個賣實際的產品 只有台灣 做這些 賺兩塊三塊 我常常跟很多人講說 你做一個鐘 如果你在網路設一個漂亮的鐘 讓大家用一個鐘表的鐘 漂亮的鐘 一個人只要0.1塊錢 在家download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錢 收很多錢 對 那你如果要賣實體的鐘 你要開工廠 幹什麼你賣的錢 絕對不會有太多 像現在為什麼唱片業也沒啦 什麼都沒有 就是網路會改變 數位化 而且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 5G來了 對 5G來了 我再花一點時間 我常常在想一點事情 如果 我去見唐鳳師說 我們台灣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超前的想法 手機 5G來的時候 手機會消失 可是手機上的功能不會消失 會被取代 什麼東西會取代這些功能 什麼東西會取代這些功能 霧眼王 所以霧眼王 會取代這些功能 所以手機會不見 手機再也沒那麼重要 因為我只要可能戴個眼鏡 我就會聽到聲音 眼鏡就可以有螢幕 對不對 那我的資料哪裡了 我走進你這個建築物 就連上 我這個就連上網了 因為 為什麼這個現在手機很重要 因為計算能力跟儲存能力 因為數據太慢 所以它必須有計算跟儲存能力 一個載體 它需要一個載體 可是5G以後不需要 對 5G以後它不需要載體 它只要Display 只要能夠讓你看到 對 那我有更好的想法 你可以放到手上啊 對 就是說你根本不需要載體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載體 對 我現在只要Display嘛 你只要Display的話 你手可以 手掌可以 我看你的臉 你的臉也可以 你的衣服也可以 所以我的杯子也可以 當一個Display 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東西充滿了想像空間 是 那我想 我們應該有 OK 所謂一個國家隊 消滅手機計畫 我們把手機的功能 怎麼用不同的方式來取代 因為手機取代了幾十種不同的工具 像以前我們做Videoconference 哇 設備多貴啊 什麼東西 現在一個手機就把它取代掉 一個相機就取代掉 所以 手機所有的功能 怎麼用5G的狀況之下 用不同的IoT 穿戴技術 什麼東西 來解決 誰能夠先 把手機想出來 誰就是下個 下個世代的贏家 那台灣如果要 在這裡跟人家搶的話 就必須 就是這種計畫 那這種計畫 你們都是軟體人才 你知道嗎 我以前在美國 我是1983年 我就拿到Computer Science的Master 我就開始在替NASA寫程式 後來又替美國國防部 再寫很多程式 我那個時候 又開了一家公司 是專門做語音識別 語音識別 198 很早了 1998年 我就開始跟MIT的技術合作 1998年 我是台灣最早的一個 做語音識別到台灣來的 做語音波動 就是我們現在講 你現在Siri 你不是講的 聽得懂嗎 我們以前就是做NAP 後來我就發現 哇不得了 因為我們是做Engine Engine要投資 那個識別率 要花很多很多錢 後來其實做Application 比較好 所以我常常說 Engine這個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說 你要看怎麼做 你Engine 你可以花很多資本去做 那Engine呢 很好 你倒來賺Engine的錢 那你也可以做Application的錢 Application 剛剛講了很多 我們有的數據 我們在上面 加這個Application 這個錢更好賺 所以其實呢 我今天 大家觀眾我想 我們時間差不多 大家都 聽得很過癮 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感動 就是說 對於我們下一代 尤其我們台灣的孩子 怎麼樣讓他們來 進入軟體產業 這個科技的產業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理事長 剛剛已經很明確的說 我們現在需要一些Funding 如果說大家願意的話 我也很感謝大家 能夠對他的協會支持 第二個 我們不但金錢上的支持 我也希望你們行動上的支持 好 那個理事長這邊 我們待會兒也會把一些資料放在下面 如果你願意跟理事長這個 直接接觸的話呢 我們也歡迎 也歡迎 非常歡迎 來當理事長 下一任理事長 哈哈哈哈 把錢也帶過來 哈哈哈哈 OK 所以我們 我們設計了一個 一個線上捲款的 的連結 所以各位在海外用信用卡就可以 但你捐的是台幣 因為我們的軟體是台幣 所以你扣款可以扣美金 可是你捐的會是台幣 了解 那我們 我們有一個 這十本書呢 我們捐一萬塊台幣的 你的名字會在每一本書的封底 捐兩千塊以上的 你在內業會有你的名字 這好像我們捐善書的感覺 會讓很多小朋友拿到書以後 會看到你的名字 會感謝你 我想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捐款的人 大家都知道 當然有一部人 他希望用無名式捐款 我們也同意 但是就說我們 我們是希望大家 能夠名正做公益 不一定要說 慈善 慈善是可以埋名的 公益 為什麼 公益出現你的名字 可能它有不同的層次上 不同的機緣上 它會影響到一些人 而且有人會因為你做公益 而他們也投入來做公益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這是一件好事 跟慈善不一樣 這是公益 公益 我們目標明顯 然後我們希望台灣 這樣子 我現在做這個事情 我認為如果十年後能翻轉 我就阿彌陀佛 就很棒 但是這功勞 絕對不會在我身上 因為將來發光 發亮的時候 都已經跟我們客廳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他已經變成 比較大的孩子 所以 沒有關係 這事實上必須要有人 做這種默默更名的工作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力量 希望能夠來一起幫忙 我想台灣如果不再努力 那我們的前途是有點可惜 因為我在台灣這五年 這五年我真的覺得台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對 我也有偷感 對 最好的地方 所以也希望我們能夠 讓這個地方能夠維持下去 是 是 好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 時間差不多 我們謝謝理事長 謝謝 也謝謝各位 謝謝佩 希望有機會 如果大家願意再更多了解 我再有機會請理事長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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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